自从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以来,美国就联合欧洲对俄罗斯展开了全面的制裁行动。 尽管现如今俄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,但是美国依旧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种种制裁,甚至还变得愈发变本加厉。 中国作为俄罗斯坚实的合作伙伴,在俄乌冲突发生的短短一个月,以内曾给俄罗斯送上了三份大力,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。 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的第一天,中国的海关总署就发布了公告,其主要内容就是允许俄罗斯全境小麦进口,以此来满足国内粮食供给的补充。 不仅如此,在三月份初期,中俄双方就在运输物流服务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化,以此来确保俄罗斯的对外出口贸易。 其中在三月份中旬,中俄在铁路以及公路的运输方面进行了加强合作,让货运的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。 中国和俄罗斯目前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,双方的关系也随之逐渐密集。 不仅如此,中国会始终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,所以即使面对来自美国的威胁,也不会因此让中俄的正常合作贸易发生改变。 二,多国拒绝制裁俄罗斯。 据相关媒体报道,近日马克龙和拜登进行了通话交流。 双方同意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,但是始终没有公布其制裁的具体内容。 不仅如此,双方再次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支持,甚至还呼吁将共同努力结束俄乌冲突。 之前杨洁篪与沙利文也开启了2022年的首次线下会晤,但是经历了七个小时的谈判会晤,却没有得到显著结果。 所以双方仍需在重要的问题上保持对话与交流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次中美会晤的主要内容,依旧是围绕中美关系的发展,以及有关俄乌冲突的相关问题。 尤其是在俄乌冲突问题上,美方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,甚至还向中方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,警告中国不能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的志愿和援助,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 值得注意的是,全世界大概有190多个国家,目前也只有以美国为首的30多个国家,参与了对俄罗斯的制裁。 100多个国家选择了拒绝制裁俄罗斯,尽管美西方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,但是在整个国际社会,却是一小撮的存在。 总而言之还是希望美西方国家,可以尽快停止对俄乌冲突的宫火。 我认为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,都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。 俄乌战争不仅改变俄罗斯、乌克兰和欧美人的命运,也会改变其他地区人们的命运。 据德国政府的统计数据,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,德国三分之一的石油,大约45%的煤炭,55%的天然气是从俄罗斯进口的。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说,到今年年中,俄罗斯对德国的石油进口应该减少一半,到今年年底的目标是基本实现独立。 然后他还补充说,到秋天,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独立于俄罗斯的煤炭。 他表达的意思很明确,即在今年内摆脱对俄罗斯的石油与煤炭的依赖。 俄乌战争爆发后,德国立即减少了自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,现在约40%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。 相关媒体报道说,德国将在今年内,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度下降三分之二, 额天然气在德国的市场占有率下降为不足20%。 但德国政府也很坦诚,到2024年中期,德国天然气才能基本独立,彻底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。 对于天然气供给来说,德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气源,这个问题还比较容易解决。 源于美国、澳大利亚和卡塔尔,是当今世界三大天然气出口国。 卡塔尔已经与德国签署了天然气供应协议,美国也与欧盟签订了天然气供给协议。 另一个问题是德国需要建设自己的天然气接受设施,这需要时间。 目前德国在借用其他国家的天然气管道接收天然气,因此德国经济部表示,因政府要求必须保留三个浮动NNG终端,可以在海岸上接受液态天然气的巨大船只。 欧盟正在讨论对俄罗斯进行石油禁运,一旦一核协议重新达成,石油禁运的进程就会加快。 欧盟尤其德国是俄罗斯的数学者。 当欧盟开始对俄罗斯进行石油禁运,尤其是德国摆脱了俄罗斯的煤炭、石油和三分之二的天然气之后,这意味着今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将遭到严重打击。 俄罗斯将如此巨量的煤炭、石油和天然气立即改到输往世界其他地区并不现实。 这需要天文数字的极简投资,更需要时间,这意味着俄罗斯庞大的煤炭、石油和天然气产能,将失去了需求端,会导致能源生产的剧烈衰退。 很多矿井将因为失修而废弃,而油气收入是俄罗斯主要的出口收入,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。 这会导致俄罗斯经济的严重衰退。 一旦俄罗斯的经济规模萎缩至一万亿美元以下,就很难继续保有今天的军事规模和核武规模,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研发高端武器的能力。 这将让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解除武装,这当然是欧美希望看到的。 面对这样的局势,普京当然也不会束手就擒,不会任由欧美安基化实现对俄罗斯的能源脱钩。 寄了欧美希望以渐进的路径完成这一进程,进而打击俄罗斯。 俄罗斯就可以选择立即一刀两断,由于欧盟各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度不同。 一刀两断是有些国家就很难承受,进而就可以分化欧洲各国,让欧盟无法出台统一的能源禁运政策。 任何国家与俄罗斯签订天然气供应协议时,都会注明结算币种,随着普京总统颁布以卢布结算的命令。 多数天然气出口合同都将需要重新签订,欧洲国家立即就要对此进行艰难的选择。 如果拒绝以卢布结算,即拒绝重新签订新的天然气供给合同,会立即面临天然气短缺,经济活动将遭到严重打击。 民意也很可能会反弹,欧洲各国政府将承受很大的压力。 但拒绝签订新协议,虽然短期会很痛苦,但也可以立即与俄罗斯天然气一刀两断,立即摆脱俄罗斯天然气所带来的能源威胁。 如果有些欧洲国家接受卢布结算,欧盟的能源禁运政策就无法出笼,让俄罗斯获得胜利。 普京颁布的以卢布结算天然气的命令,不仅让欧洲国家陷入痛苦的选择,对自己也是一把双刃剑。 既可能通过分化欧洲国家,以避免遭到欧盟集中进行能源禁运的打击,也可能让自己的天然气立即失去销售段。 加剧俄罗斯的经济危机,普京要求不友好国家以卢布购买天然气,也是普京提振卢布汇率的手段,还是规避欧美制裁的手段。 最新消息是七国集团已经一致拒绝以卢布结算,欧洲与俄罗斯的能源脱钩已经无法避免,只是最终一到两段式的硬脱钩,还是存在明显过渡过程的软脱钩的差别。 从普京颁布这项政策来看,他目前还对俄罗斯政局有比较强的掌控力,并不太担心这项政策,有可能对自己的地位所带来的反噬效应。 到这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,欧洲与俄罗斯的石油、煤炭和天然气脱钩,转而构近价格可能更高的美国等国的能源。 我在前面说过俄乌战争本质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,顿和意识形态的矛盾都是你死我活,远于意识形态分歧是无法调和的。 当意识形态战争爆发后,各国出产的石油、煤炭、天然气就不一样了,就被染上了特定的颜色。 现在普京要求不友好国家购买俄天然气使用卢布,卢布就成了天然气贸易圈内的区域货币。 印度与俄罗斯之间正探讨建立卢比与卢布结算机制。 卢比也成了区域货币,中国依托自己的贸易活动,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。 人民币也成了区域货币,当欧美宣布制裁俄罗斯央行。 让俄罗斯央行的美元、欧元等纸币储备与黄金储备无法动用时, 与欧美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央行就只能调整自己的储备, 尽快抛弃美元、欧元等以规避未来有可能遭到的制裁。